《深圳大学》 有请张教授 正经理刘小长 同样同学和校长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感恩节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敬意的日子 我们都市大学联盟 所正式成立 《深圳大学》 作为都市大学联盟的发席单位 所以我们对联盟的成立 表示热烈的祝贺 也对加入联盟的各位兄弟高校 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 大学城市可继续发展 共生 共兴 共荣 这里边我就觉得 这个题目正是对我们《深圳大学》来说 为什么呢 世界上没有一所城市和大学 是有这么紧密的关系 这么是共同分长 共同翻译 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那我从《深圳大学》和《深圳大学》的关系 我想讲一个方面 一个呢 从《深圳大学》和《深圳大学》的关系 我呢 多时讲了 我讲 没有《深圳》 就没有《深圳大学》 但是没有《深圳大学》 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的经济业派 科技业派 文化业派 等等 我当时在 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们很多领导同志说 学姐 你讲的事 有点大了 我后来就把我们的数据讲了一下 大家能够记得 我讲的很对 我说《深圳大学》 在将近四十年的 之间培养了三十多万 学生 这三十多万学生 百分之九十留在了白云区 百分之八十留在了深圳 深圳这四十年的发展 比较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部门 都是《深圳大学》的规则 那《深圳大学》的第一生 在四十年创造的利税 相当于国家投给《深圳大学》的 这个资金一百倍 那《深圳大学》像我们 陈信的创始人 马化成 陈一丹 等等是《深圳大学》的第一生 那么我们华为的老主 陈信文先生 是我们研究生班比喻的 我们华为的这个公主 孟晚舟小姐 是我们《深圳大学》的副重比喻的 也是《深圳大学》的台湾专业比喻的 特别湾区甚至中国 都带来了巨大变化 在最近举行的几个大学排行榜 一个校友台湖排行榜上 《深圳大学》是明月全国大学第一 超过了清华大学 1983年 这个宝明层呢 就向服务院和教育部申请 就投建《深圳大学》 然后呢 当时是有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三所大学原建 是当年批准 当年投建 当年招生 所以小平同志在自查 我们就现在的理学校区 约海校区的一线光盘 我们当时市内书记 梁强辅助这个说 这就是《深圳大学》 经典招生 小平同志在呢 这就是《深圳输助》 所以《深圳输助》呢 来源于《深圳大学》的建设输助 后来演绎为《深圳的经济发展输助》 《深圳的每天》 就是一天盖三层楼的输助 三天盖一层楼的输助 所以最重要来看看呢 就是《深圳大学》和《深圳》呢 它就是共生 而《深圳》呢 也是非常考慨 在当年拿出了 它自己财政收入的一半 来建《深圳大学》 这个也是在全球 可能是前无古人 我想呢也是后果的来源 也正是呢 就是当时《深圳》非常群人产 当时《深圳》就是人导说 我给你钱 你给我人产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讲呢 从《深圳大学》和《深圳》 《深圳大学》和《深圳》 确确实是共生 所以《深圳大学》来讲呢 我们不仅是身在深圳 去年《深圳》的财政收入 已经达到了 将近一万亿 它的GDP是三万多亿 所以你看到《深圳》四十年的发展 是非常的快速 而建《深圳》的目的 当时我们知道 当时呢 也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特区 就讲了 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 来探索 当时建《深圳大学》的目的 两个目的 一个呢 就是为《深圳特区》培养人才 第二个就是为 中国的高等教育探路 所以《深圳大学》成立以后 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包括我们这个勤工俭学 包括我们不保分配 这个奖学金制度 包括我们这个学生的 做我们的学生银行 当学生模拟法庭 甚至我们的校长的秘书 都是由学生来担任 所以呢 就是整个八十年代的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 实际上呢 以《深圳特区》的建议探索 这个位置 当然这里边呢 探索呢 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但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 但不管怎么样 就看城市和大学 它们两个目的 从诞生开始 目的一样的 就是为 城市是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 来探索 那《深圳特区》的成立呢 就是为中国的高教来探索 那经过四十年的发展 这个呢 成果非常丰盛 那因为我是在管科研 管我们的 就是发展规划 学科建设和研究生院 我可以给大家讲几个数据分享一下 虽然建校时间不长 但是呢 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 就是规模失踪 神才会对的学校 我们现在呢 总共学生有 四万三千多米 其中本科生有两万八千多米 这个研究生呢 是一万五千多米 教员呢 面积是 2.7 2.72平方公里 是两个校区 是越海校区和 我们西立校区 那我们的整个的教室队伍 也是呢 就是发展修行 从我们国家的 领监人才来说 那我们就是 科学院 就是中国的两个院士 和八大国家院士呢 我们 全职的有27倍 我们加上兼职的 我们是45个 包括我们努比亚奖 获得者 我们自己呢 也是产生了一大批的 国内领监人才 包括 洁青 长江 等等 那 这是我们这个教室队伍 我们学生的培养 我刚才讲了 就培养了一大批 在国内呢 就是 协职的人才 在公务员表彰的 100名 改革开放的 就是体育家中 其中呢 只有两名 圣经大学的教育生 在表彰的 100名 协职的民营体育家中 只有 4名 是圣经大学的教育生 所以最重要看的 就是我们对于 人才培养的 这个 贡献 我们在 前段时间 这个 虚科评教 被深圳大学评价处 就像深圳大学呢 是用 很短的时间 走过了国内 大部分高小 长达50年的 路径 那么在科学研究方面 我给大家讲了 一个就是 顶签 顶签什么呢 就像做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有几个数据 一个呢 就是我们国家 在科学研究院的 这个项目的 副批所 我们在2019年和2020年 2021年 三年呢 我们分别是名列 就是全国地方大学第一 全国所有的大学加起来 包括北大清华 我们是名列 第17位 16位和12位 所以这里呢 在我们基金的所 那我们从论文的发表上呢 去年我们发表 NCR论文是 6215件 也是呢 全国地方大学第一 那最重要的看的是 一个大学的创新 创新的两个指标 一个呢 是我们PTD专利申请 申请大学呢 联系多年 去中国大学的 世界大学第三 前面的是加州理工 和麻省理工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Network Invest 就是讲我们的整个 论文的 就是发表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呢 也是在全国 是38位 最重要的是 是我们讲一个大学 它的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呢 是一个指标 就是ESI 是前百分之一 和前千分之一 可以呢 说明一个大学的 大概的学科的精度 那我们深圳大学呢 是非常年轻 但现在呢 一定有15个学科 进入了全球前百分之一 其中呢 三个学科进入了全球 前千分之一 是我们的材料学 寄生机和工程学 也是深圳高校中 唯一一个有 前千分之一 学科的大学 这里边呢 就像我们 从学科和科研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讲 我们的怎么样的 立地 这个呢 是一个大学和城市 最重要的一个关系 我想几个数据 可能知道 就我们所做的 这个我们的 月海校区 周围呢 有200多家上市企业 其中呢 有1000多家高科技企业 这些企业 大部分 都和深圳大学有关 要么是深圳大学 成果转化 要么是深圳大学的老师 去做的工业 或者深圳大学学生 做的工业 所以讲呢 就是整个我们高科技 的发展 深圳大学呢 是整个这边的 一个引进 的发动性 这就是相当于呢 就是天赋对于硅谷 因为我到 南部大学呢 我就访问过很多次 而我到深圳大学来以后呢 我就当时提出来就是 我们深圳大学 对于深圳的贡献 对于南山的贡献 就要起到 南部大学的贡献 所以讲我们呢 就是以深圳大学的 科技创新 带动了整个 南山的经济发展 真正经济的发展 那我们同时在 我们发展 经济发展 科技的情况下 最重要的 我觉得呢 是对一个 城市的文化的影响 我前面都能讲过 就是无论是一所 城市 或者是大学 或者是一个企业 它短期的发展 是看资金 中期的发展 是看它的 人产 长期的发展 看制度 永续的发展 一定是看文化 而大学 是对一个 城市的 文化的影响 远远是 大于其他的影响 所以呢 我想我们呢 就是大学呢 应该是 城市的 一个名片 一个文化名片 亮丽的文化名片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 就是对 深圳大学的要求 那深圳呢 我们知道 它是呢 就是现在是 社会主义先行 评判区 也是呢 经济特区 是双区驱动 也是明确地定位了 它三步骤的战略 就是在2025年 要成为国内的 这个创新制度 2035年 要成为 这个国际的 大都市 要在2051年 要成全球的 标杆政府 维持呢 就是我们 深圳大学 也制定了 这是三步骤的战略 就在2025年 也就不到三年的 实践 深圳大学呢 要成为 国内一流大学 那么 前而言之呢 就我们要进入到 中国前30位 那据于我们 最新的排名 四大排名呢 我们现在目前呢 大概是在 27位 平均27位左右 是在国内 国际的 US News 就是GOS 和PAP 和世界大学排行榜 所以我们在 在2035年 要真正呢 就是进入到 世界一流大学的 文卡 也就是进入到 全球大学的 前200位 在2050年 就是呢 在我们建国 100周年的时候 深圳大学呢 就要真正进入到 世界一流大学 创新大学的行列 就是实现 深圳大学建校的 初心和梦想 当时 由北大清华 和人大三所大学呢 在创建 深圳大学 当时提出的 口号就是 如果干年以后 就没有 北大清华 难有 深大 所以呢 我想经过 几代人的发展 就是呢 深圳大学的目标 就是呢 能成为 国际的一流高校 就维持呢 就是我们讲呢 大学 是我们城市的名片 大学呢 是城市的灵魂 同时呢 大学也是 城市的影响 那反过来 我们说呢 就城市呢 就是我们大学的后政 城市呢 也是我们大学的家园 城市呢 也是我们大学的皇帝 所以维持呢 我们深圳大学 也建立的目标 就深圳大学 要成为 我们特区 先行示范区的 名片 一张亮丽的 文化名片 也要成为呢 就是 客区 班区 我们的尖兵 我们的排头兵 同时我们希望呢 还继续成为 中国高等教育的 一面旗帜 一面改革的旗帜 而最后呢 就是我们希望 能成为 自己一流大学 一流创新大学的 标杆 所以我就简单的 寄信给大家 讲一讲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